這幾天有傷害別人嗎 知道送北京茶都在找你嗎 經過警方偵訊 入網的檢心男子被移送金融地檢署 我們茶器的過程中 他沒有再跟親友或是任何人做一個接觸 所以他就是一個無家者的一個特性 居無定所 所以就是四處走 那因為身上沒有錢 所以會去想要打工來迎生 這個案件是醫院在近快超過五個小時後 才通報我們警方 有關檢心男子涉及脫逃罪部分 機動地檢署已經分案偵辦中 檢察官並會釐清完整的脫逃經過及脫逃動機 過程中若發現有人為涉及故意或幫助脫逃 本署議會全力偵辦處理 逃亡四天終於落網 針對外界質疑 金融市追棄嫌犯動作太慢 市長謝國良坦誠 會將這次的案例當作寶貴的經驗 我們認為醫院的通報有速度緩慢的問題 那這一點我們感到抱歉 也交代了衛生局要把所有的事實調查清楚 在本周末要來說明 並且把相關的懲處 要來跟社會外界來公布 那第二點也有人談到警方辦案的問題 那我在這邊會繼續跟警方 大家一起努力來檢討一些辦案的一些細節跟流程 那我覺得這一次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金融市的警察團隊 大家都很努力的想要把這個嫌犯盡快的找出來 那我覺得在社會溝通的方面呢 他們感覺做的並不是那麼的及時 可是他們是很努力希望能夠把人犯盡快抓到 那未來在兼顧訊息透明 以及這個辦案需要這個中間 我還是希望金融市警察局 未來能夠把他們的辦案的一個情況 更迅速更透明的來跟社會大眾 隨時來進行做一個報告 而有關金融的監視器妥善率 是否影響到警方辦案 市長謝國良也提出說明 在市政說明會每一次都有提到 我們的監視器已經超過10 警方的監視器已經超過10年沒有更換 在我上任前有一個所謂的五年更換計劃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第一批五年的更換計劃 反而是到112年的4月才正式的開始 所以我上任以後也勃感無奈 因此就提出了這個所謂的3500元的 這個李林監視器的一個補助計劃 就是我們會全額的補助監視器 但是需要申請的店家跟民宅 來負擔Wi-Fi及電費 每個月電費約是30元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範圍內 一直都很努力的來推動 這些監視器的一個更加的妥善 不論是從警方的建制或者是民間的補助 目前我去各里去探視而且詢問的時候 每一里都已經有申請了二三十支以上的 民間的一個監視器的補助 所以我繼續的鼓勵他們 一方面在等警方攏藏的一個建制 一方面民間有需要政府就來補助 來建制監視器 謝國良強調檢証男子脫逃案 三個縣市的警察局相當重視 也密切保持聯絡 所幸在三個縣市齊立合作 將他追棄到案 記者黃燒民金融報導